当张义凭借八百成为第六位百亿票房男演员时 没人知道这是他一辈子的噩梦 张义所试验的老算盘 彭松的长发和乱穿的军装 他既不是正规军 也不是老兵游子 只是一个连枪都没碰过的文职小官 却被拽到战场 稀里糊涂都被编入五二四团一影 被迫成为了八百壮士中的一员 而剧中逃跑的戏份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演技 张义饰演的老算盘在逃跑时 被欧豪饰演的端武抓个正着 墙口之底背部 这时逃跑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老算盘开始向端武打感情牌 展示自己的心酸与不易 在这场戏份中 最精彩的就是 张义的眼神神态与身体姿态的变化 让所有观众为之揪心 他先是向端武解释 自己的手受伤了 根本没办法抠斑肌 留在这里也是没有用的 这时老算盘的眼神是带有试探性的 他一边说一边时刻地打亮着端武的一举一动 可随着端武一系列子弹上膛的流畅动作 老算盘意识到 这招对端武来说并不奏效 于是他立刻改用以情动人的策略 试图软化端武 老算盘瞬间放低自己的身体姿态 而他的眼神也转为了祈求 这时他的声音也逐渐转为模糊不清的哭腔 眼睛也已经是濒临崩溃 表情也是极端的无助的样子 这近乎于动物本能的求生欲 让张义将老算盘的眼神 情感动作姿态等一系列复杂的转变 演绎的如此真实刻骨 她不但软化了电影中的端武 也让监视期间的导演管虎 默默地掉下了眼泪 更让不知多少置身于影院黑暗中的观众 内心为之牵动 为之感到酸楚 细数起来张义演过的经典角色实在太多 个个皆是有血有肉入目三分的人物 但在各大流量平台中 却鲜少看见他的名字 因为张义的脸与名只存在于作品中 正如他自己曾说过 我做不了明星 只能做个演员 而演员二次便是他最耀眼的光环 因为他一眼谁就是谁 在士兵突击中 班长史经复远之前 坐着汽车从天安门前经过 到达曾经梦寐已久的天安门城楼时 穿着军装的史经 嚼着大白兔奶糖 流着眼泪 那一刺牙一抿嘴 将赵思木想终于了却心愿的心理 刻画到了极致 在拍追凶折野时 为了揣摩杀手这一角色 他去过监狱看守所 他体验过生活 近距离的接触过 观察过罪犯 最终 他奉献了一个有情有义 还透着黑色幽默的笨蛋杀手董小凤 当刘烨通过追凶折野 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帝后 评委会主席和评委们聊起张义时 说电影到了他的出场 才真正的生动了起来 而严格林更是说道 我们也应该给张义一个并列影帝奖的 当张义凭借鸡毛飞上天 站在领奖台时的一句话 让所有人破码 今年40岁了 我终于拿到了精英奖 而这句话也印证了那句 成功晚一些也许会更好 作为粉丝 我不希望他红 因为爆红的背后是名利的追逐 但作为观众 我希望张义能够红透半边天 因为好演员 本该就拥有绚丽的春天 中国电影集一奖 最佳男主角奖 授予 张义 恭喜你 恭喜张义 有请张义上台领奖 评委会评语 张义在影片悬崖之上的表演 真实动人 层次丰富 情感薄 有请张义